是誤觸吧 就是號碼調掉 然後就轉錯帳號 會錯 賬戶莫名多8000 害人差點進法院 會款帳號漏漏等 一不小心就按錯 清楚一名蔡小姐 優越份在ATM貴8000塊房租時 應該是誤觸吧 就是號碼調掉 然後就轉錯帳號 刷布置 然後發現錢都沒有 就是沒有進來 錯誤已經發生 這個 這幾天已經布置別人的帳 礙於個資 郵君代為聯繫 但遲遲沒下文 他只好報案 警察大哥他人就很好 他又說 他可能跑民視訴訟 法院通知已盡 對方總算出現 但他超生氣的 這輩子沒被人告過 沒進過法院 我直接把錢轉帳還給你 你要保證把案子消掉 不要再找我的麻煩 對方說他其實快兩年 沒有去郵寄了 沒有管這個賬號 然後他剛好要出國 郵局電話他以為詐騙 直接刮掉 郵局記憲 各衛生紙一樣爛 他也撕掉了 差點被誤會不還錢 還好事情已經圓滿解決 不過律師提醒 老天不會掉領悟 或貪財 可受不到得利和決算 五八東新綜合報導